500人的命 侮辱一条美国狗 截至6月23日 中国台湾累计确诊新冠超1.4万例 其中死亡599例 染疫死亡率超过4% 远高于全球平均值 无疑从当前的疫情数据反馈来看 台湾地区的疫情已经趋近于失控 而与此同时 在医疗体系即将被击穿的当下 台湾此前曾数次依靠传统隔离 来防止疫情扩散的经验流程 也已经宣告不再适用 疫苗成为了台湾保命的根本 祖国大陆一如既往地向台湾伸出了援手 在台湾此次疫情爆发之初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第一时间表态 可免费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足额的 安全高效的新冠疫苗 只要台湾需要祖国大陆 即可以免费无偿提供足以覆盖 全台的由台湾方面任意选择的 任何一种国产新冠疫苗 只要台湾需要 祖国可以不附带任何附加条件的 让中国台湾地区瞬间获得已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或批上市或紧急使用 向全球供应超3.5亿剂 在中国大陆地区已累计接种11剂的 绝对安全的中国新冠疫苗 然而很不幸 面对来自祖国母亲的生生呼唤 台当居民进党蔡政府 选择了闭目色听 一方面台湾疫情已趋近于糜烂 民调显示80%的台湾民众对大陆疫苗表示信任 希望接种大陆疫苗 另一方面 面对台湾民众对疫苗的庞大需求 台当居蔡政府却在肮脏的政治考量下 对来自大陆的疫苗援助和技术支援严防死守 设置了重重阻碍 不仅如此 在屡次拒绝了大陆的援助表态之后 台当居蔡政府掌控下的绿媒还无耻造谣 公然污蔑祖国大陆阻挠台湾购买疫苗 动用网军恶毒攻击大陆 此外 在大陆援开疫苗受阻 大陆紧急开放附入疫苗接种航班之后 台当居蔡政府的支持者们 又掀起了一场针对 赶赴大陆接种疫苗台胞们的话语霸凌 将疫苗赋予政治颜色不断进行政治炒作 此情此景 台当居蔡政府 真可谓是当着全世界的面 修杀我中华先人 6月4日 在台湾当居蔡政府的多番贵妇爱奇夏 日本支援的124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终于从日本成田机场起飞运往台湾 日记起飞后 谢长廷在脸书上用中文和日文 大赞日本与中国台湾之间的友谊 在自我感动下 谢长廷甚至发出了 自己在机场贸易朝着日本飞机鞠躬的一张照片 但是很显然 对于谢长廷的此番作秀 台湾民众似乎并不感动 而事实也证明 至少在关乎生死的问题上 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台日友谊 应该要送莫纳德或辉瑞吧 戏演完了 回归现实 疫苗的缺口怎么办 台湾的百姓很愤怒 却无可奈何 事实上早在所谓的日本援助疫苗起航台湾前 台湾民众便对这批124万剂早已臭名昭彰 因存在致命风险而被多国禁止接种 甚至是日本都停止接种的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表示了发自骨子里的拒绝 事实证明 台湾民众的拒绝是正确的 截至6月23日启动接种日本援助疫苗 不过仅仅8天的中国台湾地区 因疫苗接种死亡的恶性案例已经飙升至76例 无疑 这种俨然可以与新冠比肩的超高死亡率 顺时便引发了岛内民众的恐慌与媒体的质疑 这种恐慌 使得岛内的很多医疗专家都惊呼死亡率高得不可思议 这简直是杀人疫苗 然而相当可悲的是 在台当局针对大陆援助疫苗的严厉阻遏下 就是这样短短数日内 已经导致76人身亡的杀人疫苗 如今的台湾也是一针难求 祖国大陆千万剂免费疫苗不要 非要卑躬屈膝固求杀人疫苗 甚至不惜开放美国来注换疫苗的台当局蔡政府 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杨奴该死 6月20日就在我国台湾地区 已有500多人死于此此刺新冠肺炎疫情时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却忙着到美国总统拜登的推文下去沉痛哀悼 蔡英文沉痛哀悼的对象是一条狗 她叫冠军 是拜登养的一条德国牧羊犬 6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的哀犬冠军过世后 蔡英文在第一时间表达哀悼之意 什么叫羊怒逻辑 台湾疫情迷烂 已死了500多人 蔡英文还在整日妄言一切接在掌握 美国总统死了一条狗 蔡英文就不行了 听他了 赶快去沉痛哀悼 蔡英文的所作所为 彻底点燃了岛内的怒火 对此 郑照新就抨击蔡英文称 人民不是数字 超过500名确诊过世者 蔡英文一一悼念也不为过 郑照 新评论之下 岛内民众一片悲鸣 真的可悲 死亡破500例 屡不上一只狗 无法置信的卑微与渺小 哪一个领导人会这么干 我们死了500人 没有等到蔡英文的悼念 那是拜登的狗等到了 我们的同胞 被裹挟上了分裂的战车 我相信 对于如今疫情失控之下 泥沼深陷的台湾 大多数国人的态度 恐怕早已淡然 毕竟 酒冷上可闻 心寒如何暖 多年以来 在连绵的欺骗下 在一次次以同胞之名的 肆意感情挥霍中 所谓的手足 早已上了桥首带 归家的祖国人心 有人会说 他们今日的一切是自找的 有人会说 不要再做冤大头 不要再去大力 那一头头注定怎么样 都养不熟的白眼狼 可是祖国的宝岛上 真的就只有白眼狼吗 统一战线的思想告诉我们 永远不要一棒子打翻一船人 诚然 在民进党蔡当局 挟持下的台湾政局 魔独之心早已昭然若揭 但是在我看来 蔡当局的态度 并不能完全的代替台湾的态度 蔡当局所谓的 万众一心对抗到底 也并不能掩盖台湾社会 所客观存在的骨骼裂痕 事实如此 在台湾 我们仍有同胞 首先是中国人 自1895年 马关条约签订后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直至1945年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部分台湾人受到日本的恩惠 以及黄民化教育的洗脑 骨子里早已认为自己是日本人 而不是中国人 此外 在日本战败后 还有大约30万日本人选 择了拘留台湾 在国奖政府的默许下 这部分日本人更名唤信尧身 已变成了台湾人 以上两者相加 其现存及后代大约已有200万人 在如今的台湾 这些或血统上与日本相关 或思想上产生炼质情结的台湾人 极度亲日 以黄民自居 其中最为典型的黄民代表 莫过于其父为日本人的李登辉 以及甘做汉奸的蔡杰生之女 蔡英文 这些大约200万黄民 是台湾谋独的铁杆支持者 在两讲时代 受国民党强力打压台独势力的影响 整个台湾在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下 形成了站在民处的一千余万中国人 与权缩阴暗的数百万黄民之间的对峙格局 然而随着蒋经国失事及李登辉谋权 自上 世纪90年代开始 从蜷缩阴暗的黄民不仅开始浮于表面 在美国支持下的岛内政治自由化浪潮下 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政治分裂势力 更是逐步的攫取了台湾权力 并在各个场合的本岛仪式宣扬下 开始对岛内的中国人进行分化 天然独的一代由此开始 但是仍旧自认为是中国人 从内心深处不愿跟随李登辉 蔡英文之流 一条道走到黑的岛内绝大多数群众 却在大而不拒 拒而散乱的现状前无能为力 他们想继续维持现状 可力量是横下 现状已不可维持 他们不愿做台独的殉藏品 可无核之众 无能为力 在此次的疫苗事件上 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 民调显示 在台湾疫情已趋近于糜烂之际 80%的台湾民众 对大陆疫苗表示信任 希望接种大陆疫苗 可就是这么邪门 即便是在如此事关生死的大事上 80%的人应是无法奈何 剩下的20% 蔡当局的态度 或许并不能代替台湾的态度 但是却能够完全的左右台湾 蔡当局所谓的万众一心对抗到底 或许并不能掩盖台湾社会存在的骨骼裂痕 但是却足以裹挟着剩下的80% 扔上分裂祖国的战车 乌乎哀哉 人民裹是不如狗 轻者痛 愁者快 散泪两岸 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